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 对 提供的 应该是什么时候 大家好 我们出去突然心机醒吧 哈哈哈哈 没来过心态 来过好几年前来过 有没多的吧 每年都有新警官呀心态 二十九层到了 团队那里的路 电梯上 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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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休息 休息 对 有明显 什么办 什么办 现在应该是要去演博士了 请箱里面 有明显 订阅 先好 正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元你好 欢迎来到央视频 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的央视频网友打个招呼 小元 小元有点紧张 你看我们这边的小伙伴 已经给你准备了一个简易特制 央视频独家定制的灯牌 对对欢迎你的到来 小元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央视大楼吗 应该是第二次 但上一次也是蛮久之前了 刚才第一次来到咱们央视频 对对对对 首先你看到咱们央视频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看这个环形屏看到吗 看到了就是在播放每一个台现在的节目 对对对 非常酷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 咱们这有两块这个环形屏 然后呢这个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两块 对就在央视频可以看到的 太酷了 然后你往前 对可以进来一点 然后这边呢就是都是我们央视频的工位 然后我们央视频的小编屏都是在这边工作的 然后我们会挑选优秀的这些比较好看的最新最热的视频和直播 推荐给我们央视频的用户 我们这个环形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实时的看到各个频道的那个实时画面 所以呢就对于我们小编的这个工作会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传达 好的 拿小编 请 请 我们各位央视频的朋友啊 继续在央视频的客户端刷你的问题 好吧我们会折出来去找到一些问题去告诉小缘 问小缘 这个咱们咱们怎么走 来小缘咱们叫到这个央视频的C位啊 您是中间的位置 好的 我站这里 好 来 最近呢就是粉丝都特别想你 嗯 就想知道你最近在干什么在家里 嗯 因为我才回来没有多久 所以在有前段时间在一直在隔离 嗯嗯 然后有时候上上网课 然后在家里看看书看看电影什么的 嗯那挺好 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小缘是一个唱作人 可以说这么说哈 然后也是一个演员 就是他的这个有很多角色在你的身上 那你觉得呃唱作人的这个唱歌和这个创作歌曲 还有这个演电影 你觉得哪个比较有难度 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其实都挺难的 嗯 不管是哪一项工作 嗯嗯 其实唱歌和演戏 嗯 在工作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但是当你需要全心的投入进去的时候 还是会比是一个比较费心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看出来小缘对于他自己 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 他要全身心的去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 然后才能去在里边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 对最好的感觉 嗯嗯 小缘我们也问一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嗯嗯 因为现在00后都开始养生了 你自己会养生吗 我还好还好 但是呃 现在会控制的比较早睡一点 对呃 就是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喜欢熬夜或者怎么样的 呃 其实我也是睡的比较晚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睡的晚的话 但还是尽量的保持睡眠时间的充足就比较好 嗯 那么小缘呢 其实可以看到他是很努力的一路上来 从13年的咱们的组合成立 然后出道 然后15年演一些电视剧《青云志》啊 然后《绝迹》啊 这种电影 所以呃 可以看到他在每个领域当中的努力哈 呃 当然我们知道你看我们要出道 然后要去呃 呃 参与更多的这样子锻炼什么的呃 呃 其实很不容易 所以呢 也契合咱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奋斗吧 青春 特别能感谢出来 嗯 然后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导播来念一下呃 呃 关于一些小问题 来 嗯 当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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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天睡觉晚上上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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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嗯 嗯 因为老师同学都不在 所以你需要自己非常用功的去跟着网课的进度走 然后还有有时候网绘卡 网绘卡 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吗 我最近觉得蛮有用的一节课是上课的时候学软件吧 就是它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能 那疫情过后是想去哪里转转的 疫情过后想去 去回老家或者说去很漂亮的人少的地方 那最近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近啊 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一直在复习考试吧 因为这周是考试周 所以还蛮有把握的 好的 那最后请你用重庆话来说一句 青年节的祝福给我们大网友 好的好的 祝所有勤念朋友们 天天开心 蒸蒸子场 好的 谢谢小元儿也祝您考试专利 谢谢 小元儿 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一些话给咱们的粉丝或朋友们一起 然后就是在青年节鼓励大家一下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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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上名 好的 不复青春不复时光王源2020年5月4号 好 好 那谢谢小元 谢谢小元给我们所有青年人所有粉丝们朋友们的一个祝福 那现在请到这个休息区去准备大直播的节目 好的好的 谢谢 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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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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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握手握手 来来来坐坐坐 我们坐下聊吧好不好 好 来来来 好 哎呦 好 哎呀 问问了导播我们的位置可以吗 怎么样 我卡在两个椅子中 一定要把光给我王源给的帅帅的 我 等一下 王源现在卡在两个椅子的中间 我帮你奴隶 没有问题 他超轻的 这一圈可以 调一下 哎好嘞 好来 谢谢麻烦了 来来来 王源你有100斤吗 我有 有有有 好瘦啊 天呐 好瘦好瘦 你也有一百斤吗 我当然没有了 贵多少斤吗 哈哈哈 好 王源已经来了 那这样哈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王源呢是五四青年当中的一份子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一个现状 对因为我是刚刚出隔离 所以说 对 前段时间在隔离的时候 就是在家里上上课啊 包括有准备一些之后的作品 这样 上课上网课是吗 对 是自己挑选还是 有学校安排 有学校安排的网课 对 都什么内容呢 就是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 每个科目都有 但是 比较奇怪的是 因为时间是 在凌晨 对 因为有一个时差的原因 对对对 因为王源是在伯克利 对 世界级的音乐学院 对 所以这个点请你来做节目 会不会有点为难 没事 我这个星期考试 所以还好 所以包括国外的学校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现在也是通过网课在进行教学 是的 那目前就是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在哪一方面呢 比如音乐方面 现在的话 有 有音乐软件的学习 包括有 乐理的学习 但是这学期我自己还报了一个日语课 对 学习一下 现在已经可以用日语来进行过程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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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还在学习 留一点神秘感 下一次哈 好的 疫情期间有没有get到一些新的技能 新的技能可能就是因为在家待太久 所以有在学做饭啊什么的 对 真的 但是都是简单的菜了 比如说 开水 煮白菜是吧 川菜 那不至于 开水烧的不错 那不至于 我有在比如说在煎牛排 学一些西餐 然后我还在家尝试复课那个东京大饭店的熬虾 但是失败了 对 挑战这么高难度吗 都是 但是失败了 对 我特别想说今天能不能欣赏跟你办事学艺 学艺给你拿手的 如果有食材的话可以稍微试一下 但是不保证味道 不保证味道 没事他负责吃 好的 北京已经垃圾分类了 能不能不要全部塞我嘴里了 那是什么呢 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你需要什么食材 就随便什么就好了 就是 真的我们就什么都没有随便我们可多了 来我问问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了什么食材 我们能准备什么现在 对随便 这个是很临时的一个环节 来啥做啥 不带怕的 反正您个负责吃 我还要负责吃 真有碗呢 你知道今天这个八小时直播都在这解决了 工作餐什么的 来来来来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上一些素材 来来来来来来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药材吧 茶叶吗 茶叶末吗 可以 可以让他往王源先看看 好的 就是贴了小标 先不给观众看 让工作人员猜猜 来这一段交给龙阳 你来 中华小当家 黑暗琉璃 来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这些食材 首先王源得去辨认一下这些食材 才能决定要哪些 好的好的 来 首先其实这个 谢谢 其实上面也有写了 没什么关系看不到写 好的好的 你知道他没写 好的 来 好的 连线 连线 连线学生 我们要连线 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要连线哪个 林哥 对 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南方医科大学 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些料理 它都是一些和药物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料理之前的话 我们就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连线的是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于天鹤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一下 就是在这一次的抗疫过程当中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新闻爆出来的请占书来自于哪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南方医院 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主动请占前往这个医线 白纸黑字上唯一的带色的就是他们的手印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抗疫过程当中 中药中医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 我们刚才在屏幕上面给大家展示的 这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一封请占书 也说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们驰援武汉 在汉口医院坚守了59天 在3月22号呢回到了广州 然后是4月5号的上 他们大概是24名首批原厄医疗队的成员 是平安的回到了南方医院 因为这一次呢中医药又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为去年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医药的发展 要坚持守正创新 那么到今年清肺排毒汤等等中医疗法的运用 在治疗新冠疫情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所以呢中医药这样的一个宝藏 我们是应该把它发扬光大的 而且呢它的光彩是愈发的耀眼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南方医科大学的余天鹤同学 余同学你好 天鹤能听见吗 天鹤 哈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王源 你要不要跟天鹤打个招呼 天鹤 你好你好 你好 可以听得到吗 我们听得到 我们可以听到你 你好你好 哈喽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这样他就听到了 哦要这样 对 好了这样 好 王源那你跟天鹤打个招呼吧 哈喽余天鹤你好你好 我是王源你好 哈喽王源哈喽主持人好 嗯 大家好 对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 我是来 您说 哦 哦好 我是来自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的余天鹤大家好 嗯 你好你好 我们刚才也介绍了中医药在在在在这一次新冠疫情的抗击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嗯 那您也是一名小小的郎中啊 哈哈 女郎中 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嗯 好的好的 呃 像您刚才有说到的这个清肺排毒汤 这是一个 呃 还有就是前一阵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视频 就是我们这个一线的医务人员 呃在医院里带领着我们的这个呃患者一起打太极练八段井来增强抵抗力 还有就是包括在我自己的这个宅家期间啊也会带领我的家里人一起来做一些药膳啊或者茶饮 首先是可以全家人一起快乐的吃吃吃 还有就是呃可以全家人一起增强抵抗力 那包括我们学校也是专门改编了一个和中药有关的歌曲叫做药香 哦 一首歌曲叫药香 听上去就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听 作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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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名租 对这个放弃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被扑出 就不每天早起程度 为什么 你会这么的脆弱懒惰 请你停下家庭看看多少人 为什么你再努力勇敢的走下去 我们是不是要天赋 把我此时跟我变成方格 还记得包包条重要的对决 新人和干草 你从此摆施了与之调 少要干草成家和打造 小柴虎实力下楼 世界里关注 可爱的药药 往新家产造 小柴虎 少要百病四方号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 就像我说的 追不到的方 幻要幸福就得了 重要要心情心 此起无畏 是这样不尽重的柴虎 被一片棒 寂寞开始不是目的 让我以为明世界 这才叫做意义 青春的书生离生 在心灵芬芳中一起 所谓的那快乐 每天在青春 被放下几道累了 换着书 我没有想起混沌到了 什么要想呢 我都感受一下 吹着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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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着了 哦哦 青春出生在冲民中更清脆 哦哦 每天没想放歌就不把不回 努力一切就算没有白费 还记得一滴滴脚 喜悠出风吹 哦 揭晓雨 写爱 用着童鱼可解放 可送台线复制草 故从南建造山 竹鱼从南白梢 还有南斗 翅膀像满指标 让青草 有家串藏命星号 还记得当初 被放进世界难适 被欢乐才是故事的往此 现在呢 翻成歌曲来轻轻唱 有幸福 中奥妙 你跟我去笑 动手时间 拍照 天鹤如样 终一样 从华文化 只能归报 中奥妙 中奥妙 因为中奥的药名啊 本身就是带有语义性的 是有含义的 比如唱的当归 哎 你这时候应该回来了 这意思 对吧 山腰当归 勾气勾 山腰当归 勾气勾 对 问一下王源啊 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听到了哪些药啊 我好像是听到了 有杏仁甘草 杏仁甘草 龙阳呢 我听到了 生姜大枣 你们说的这些 好像都是可以直接吃 对 还真是我们是吃货暴露了 就是平时没病没腮 也能吃的那种 我们还是请这个于同学 来给我们讲讲这首歌 好不好 问问我们的小中医 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对的吗 我们有听到 没错没错 像您刚才说到的 这个生姜啊 大枣 其实不仅是我们这个 日常生活中 做菜的食材 也是我们中药的 这个入药的药材 那么其实这些药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都非常的常见 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 非常常见的药材 来做一些药膳 来增强我们自己 和我们家里人的抵抗力 所以就像你刚刚那一轮 玩语言那一轮说的 食药同源啦 食药同源 对 平常多吃些健康食品 其实就也是强生健体 对 王源有没有了解过 就是这方面的 比如说这个 妈妈经常讲啊 平时这个饮食 要多吃一些什么啊 多喝点汤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多喝点茶 是有的 因为从小 我爷爷奶奶就跟我说说 药补不如食补 然后经常像我们家里炖汤 也会加入一些 一些药材 比如说加一点 当归 然后人参这样的药材 包括 对就是 就会加入一些药材 到食材里面 然后可以起到强生健体的 补补身体的作用 对 很养生 所以你看好 刚刚我们知道 说这个中药的茶饮 对吧 这个就是有一种说法 叫以茶代饮 你拿那个小布袋 包好了之后 平常你就像喝茶一样喝的 但其实它起到的 就是药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今天我们看到在现场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食材 也可以说是药材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邀请咱们线上的天鹤同学 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在现场 能不能够把这个准备好的食材 真给它做成一个自制茶饮 就来教教我们对吧 但是我们这边要派王源来 好的 必须的 好的 来那就天鹤同学 你教教王源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茶饮做出来 我们当下 打下手 好 像其实大家刚才都说过了 这个药食同源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就利用一些药材 来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药膳或者茶饮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小茶饮 它的名字呢 叫做三叶茶 那顾名思义 它肯定是三种叶子这种药 但是呢 它是哪三味药 不如我就在这里卖个关子 先不告诉大家 不如就请我们的这个 刚才说到了王源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来猜一猜 到底是哪三味药组成的呢 那这样吧 你先告诉我们什么功效 对 啊对对对 这个忘记了 其实它的功效啊 就是散热 还有这个除烦 这是它的主要功效 除烦是什么意思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是吗 对对对 就是除烦 就假如说啊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有点上火了 有点热 感觉我们的身体 有点嗓子痛啊 或者说 起痘痘这样的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 对一个这样的症状 有时候想想 你烧火了 对那王源先来挑挑 你说我们在改了这么多 这个就由叶子构成的中药 哪些是符合刚才的 能够清热呀 除烦 我首先 我觉得 这一份 哎 不对 这一份应该是 这一份 是荷叶 这个是荷叶是吧 因为我不知道 记得对不对 因为我小时候记得 我喝过荷叶 它是有一股淡淡的 清甜的味道 我不确定 我记得对不对 那我们先把荷叶选出来 我们再选另外的两个 最后让我们的小郎中 来判断 好不好 好 选出了荷叶 然后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薄荷叶 那薄荷 大家都知道 是很清凉的 清热的这样一种 草药材 好香哦 然后也会 也会有 也会有 让人很舒服的味道 清凉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应该是 但其他的 其实我真的不太确定 这个应该是松树 薄树叶子吧 对 这个是桑叶 桑叶 这个是竹叶 我不知道 其实也就是 你要从桑叶竹叶 和这个侧柏叶里边 挑一种 对 你觉得有可能是哪一种 会更加 清乎 厨师去乏一些 其实我可能真的 不太 不太清楚 但是 你看这三个叶子 其实 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我来判断一下 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竹叶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青虎 对不对 竹叶青吗 哈哈哈哈 竹叶青不是 不是蛇吗 蛇 真的好冷 那龙阳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 我选 我选这个 你们还是选竹叶吗 因为我觉得我的品性就像竹子 蛇 我的品性就像竹子 胃出土而有结 哈哈哈 好冷 应该像竹笋 你就是个笋友 我们问问我们的小郎中 我们的小郎中 刚才王鸤儿 我们杀何利选的这个 竹叶青虎 我们俩选对对对对嗎 对不对呢 我现在就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好 其实正确答案就是 荷叶 竹叶 还有薄荷叶 哇 超高的 很厉害 三个臭皮杖顶个主料 为什么要这么羞辱自己 那好 你给我们说说 为什么是这三个叶子放一块 大家能自制成这个茶饮 三叶茶 好的 因为刚才 其实我也有说到了这个三叶茶 它的主要功效是散热除烦的 那么确实是这三味药 荷叶 竹叶 薄荷叶 它都有一个清热的效果 像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吃了油炸的 辛辣的 熬夜的 第二天可能就会有些上火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有清热效果的三叶茶 然后来冲泡一下它 那它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配比呢 还是无所谓 反正这三种 拿去冲泡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 我们其实就非常简单用热水冲泡 那配比其实也可以用一比一比一的 这样一个就可以了 一比一比一 来王源 交给你 一比一比一 有三杯杯 割我自己泡了 好的 谢谢 这个要是放多了会苦吗 天鹤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它更多的会是一个清凉的感觉 像刚才王源有说到 这个荷叶会是甜甜的味道 所以入口应该 口感也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多放一点荷叶 好的 清甜 自制 它说是一比一比一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热水我已经备好了 好的 谢谢 小心烫 我来 我来 这个对于经常用嗓子的人 比如说播音员主持人 或者说演员 歌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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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茶你舍得喝吗 那不喝不是浪费了吗 这不得再现让大家竞标一下 你说把这个作为礼物 送给正在观看节目的网友是吗 那这个我们怎么寄呢 亲自 你替他喝呀 这网友可以点一个人帮他喝 是这样的 哇 而且我们的温水现在水温应该也是刚刚好 不是说是那个已经放凉一会儿 温水煮清茶 还好 还好清茶是吧 对 我们要放去多久喝呀 他俩直接就开口 我们俩在闻好吗 我跟网友我们俩拿鼻子喝呀 对 这个要需要放吗 还是说要泡一下吗 这个 好香 小郎中 小郎中见吗 再现再现 这个要放多久开始喝呀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泡茶一样 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药材已经被水浸润了差不多就可以了 嗯 你看我觉得这个平时喝茶它是一种 但是我觉得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想获得健康的身体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 尽管是年轻人的节日 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养生阶段了对不对 是的 保温杯里泡枸杞 我以后保温杯里边泡烛夜清 好可以可以 这年轻人的话呢 他应该就哪些事情要尽可能的去做到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一味的说 我们一定要早睡呀或者怎么样 可能无论是对于像王源 因为他有很多的工作对吧 或者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可能大家就没有习惯睡得太早 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 这方面给我们讲一讲小郎中好吧 我们听小中医的 好的好的 第一个呢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个茶饮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时间 来做一些简单的茶饮啊药膳 来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 那其实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 还是要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 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正确的生活中 有一个更好的体魄 或者也非常建议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一些我们中医的养生的小知识 比如说呢 他刚说的都是那些比如好吗 好呀好呀 那我因为是这个针灸推拿专业的 所以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几个 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小穴位 太好了 我在家就天天自己学这些 我特别希望你分享 对你说我们按哪儿 哪些保健穴位 那我们就说一个吧 好 就是我们的内观穴 你知道在哪儿吗 内观穴里 足三里 那个叫足三里 我要从这个楼上跳下去 好的 我们讲一下内观穴 内观穴在哪里 我说一下内观穴 内观穴呢 它是在我们左手右手其实都有 那我们就以这个我的右手为例 它在我们的万掌侧远端横纹 就是有一个横纹 下两寸 两寸怎么找呢 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同身寸 就是我们的三个横指 就是两寸 那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用力握拳 会看到有两条肌腱 在两条肌腱中间就是内观穴 那它这个穴位可以用来治疗什么呢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晕车啊 晕船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 我们就可以按压这个穴位 到有轻微的这个酸麻的感觉 酸胀的感觉 就最好了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 晕车晕船 或者有一些觉得 就有时候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 就是感觉有点心悸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按揉这个穴位 有非常好的效果 咱不是说应该掐人中吗 那是晕倒了吧 人中 没错 它是一个这个醒神的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但是像日常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 还是更多的 我们可以用内观穴来治疗一些晕车 晕船非常常见的问题 好的 你刚才找到了吗 就是这个地方 我找在这里 有酸胀感 因为你说了这么多话也确实有点晕了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中医 谢谢天鹤 谢谢 谢谢天鹤 五四青年节快乐 也把祝福带给所有南方一大学同学们 嗯 好 谢谢 话说刚刚这个茶也泡了一会儿了 喝两口吧 味道还真不错 真的 干杯 是是是 就是有一种透心凉心飞扬的感觉 开始对吧 王远你形容一下 你喝这个 你都泡第二杯了 对 嗯 其实嗯 我们泡了一会儿一会儿时间 它已经开始有清香 然后清甜和那种清凉的感觉 已经上来了 就是我觉得 而且现在也到了夏天 对夏天 其实喝一喝清热解暑的 嗯 去凡的一个茶饮 我觉得是会对身体非常好的 嗯 而且有没有觉得喝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底气 就是那种文化自信的感觉 就中医药 国脆呀 喝出了一种文化自信 就是对就觉得回去就要翻这个 对吧 本床纲目啊 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 对吧 夜夜抛个茶 用一种味道的茶 好的 哎 其实我们说也说了喝也喝了 我觉得是不是到饭点了 是 刚才说了半天这个 鱼儿在疫情期间 而且鱼儿也说自己在家学做料理 对啊 对对 咱们有没有一些料理的这个材料啊 来 上来 咱把这个茶饮换一下 哇 谢谢人 哦哦厉害厉害厉害 好大阵仗啊 厉害厉害厉害 您这边 这是什么 哦 有层是吧 嗯 好 哎呀 哎 再给我一点 谢谢 那能给我加点吗 不给饭吃水 怎么要给可喝了 没事没事 给网友加一点 我那杯都行 不用了 不用了 来 我们来说说这个 我们现在的现场啊 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食材 嗯 说实话 这个因为现场没有灶 嗯 所以我们能够这个 现场处理的食材也是有限 是 基本上是以沙拉呀 或者是凉菜为主 对吧 来王员你看一下 都认识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应该是沙拉酱 这是沙拉酱是吧 热量很高 都认识很熟了 对 我就觉得很新鲜 沙拉酱 这个是什么龙阳 你 火腿肠谁不认识啊 这怎么可能是火腿肠 这是火腿肠肠肠肠肠肠肠 就是 Grass 这是原鲜肠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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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 吃面包的时候 他是把这个硬的编织切掉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面包 你装你接着装 你让王远说好不好 王远给我们介绍 现在吃饭你就是中华小当家 其实 其实这大家也都认识了 是 对但是 我还认识这个擀面 对对对 但是其实正好 因为我有时候 起的早真的会做早饭吃的 其实正好也就是这些食材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编做 然后我正好可以推荐一种 简单的好吃的早饭的方法给大家 对 好 你平时是一个坚持吃早饭的人吗 不是当然不是 他晚上在上网课 他早上那回全 当然不是 对 因为没时间还是说那个 因为没有时间 就是有时候 会没有时间吃早饭 但是早上一定会垫一点东西 我比较推荐大家 可以喝一点 比如吃点水果 或者喝一点奶昔 他是真的会 基本的VC跟蛋白质都得有 基本的 上午顶过去的 对 你看其实现在他想 这个要跟我们做的 也是荤素搭配呀 很营养 又有谷物 那我们就把这个现场交给王源 好 来 来王源 准备怎么处理呢 这个菜有没有个名字呀 叫原来是你 谢谢啊 好贵哦 对 其实就是简易早餐了 简易早餐 这个菜的名字叫简易早餐 原来简单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很关心年轻人在五四七年节 那不然咱们来干啥呢 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要告诉大家 尽管年轻尽管想睡懒觉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吃早餐 你知道吗 孩子好好吃饭 这是爸妈永远的心里一个大命题 不认识身在身旁还是远方 就希望能好好吃饭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肯定是需要吐司了 那我用下面这两块吐司 然后平时如果大家在家里做早饭 有时间有闲心的话 其实可以把锅烧热 稍微放一点点油 然后煎一下 你说是放黄油对不对 对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不放也可以 就是要它有一点点胶的感觉就可以了 就稍微脆一点 或者用烤箱烤 当然如果有吐司机是最好的 然后对 然后那第二层我们来铺两片 这个 龙羊两片不够吧 那可以多放 把力竞给我扣过来 就可以放两片这个肉了 当然大家在家里有肉放肉 没有肉煎个蛋 摊上去也是一样的效果 对 对 然后可以放一片起司在上面 然后稍微的微波卤叮一叮 然后现在我们再放一点 先放沙拉酱 不知道大家吃的多不多 没事 你看他体型你能判断出他吃的多吗 嗯 看着给 那我就随便放 因为我是不吃 你平常不吃的 我不吃沙拉酱 对 并可这个味道就是寡淡一些 也觉得 不是 我不是因为他 不是王源放的是老干吗 辣 还真是 真的 还真是 对 对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沙拉酱的味道 跟什么热量没有任何关系 对 然后再放一点蔬菜这样 然后把它夹起来 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早餐 大家在早上就完全可以解决它 对 超棒 你熟一好精 就是很简易 我觉得 就是刚才在 王源在做这个简易早餐的时候 其实我跟龙阳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怎么夸这个简易早餐 你能做出话吗 你能做出技术含量 对 我是很担心 就是弹幕会把我俩骂死 因为我不能笑 要很认真 要很认真是吧 超好 对 超好 超好 我自己做不出来 我觉得 我觉得 真的很棒 就把所有东西放上去就好 对 真的 所以 所以为什么叫简易早餐吗 就是 给大家早上一个 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然后可以 补充你以上我的能量 我可以圆回来了 好棒 如果这个搭配一个UEC 是不是绝配 对 然后呢 我们喝着UEC 吃这个面包 再看原副岛的这个网课 对不对 下一个央视频 看所有央视的节目 对 然后央视的节目 还可以锁定一下二套 对吧 关注一下龙阳的节目 太赞了 太赞了 对 但实际上 这个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 我们是请到王源的话呢 是想传递一个信息 好好吃饭 就是早饭很重要 对 就哪怕是就这么简单 刚才花不了几分钟 这是一种态度 对 你没有弱的话 你垫两片面包也行 对吧 你喝一个奶昔 而且呢 如果说你想保持身材的话 早饭非常的重要 对 如果说没有早饭 来启动这个一天的 这个消耗的这个过程的话 你实际上是没有打开的 所以它需要早餐 来提供一个动力 然后 所以我们今天说奋斗吧 青年 前提是你先 好好热爱生活吧 青年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从好好吃饭开始 这就是一种 对生活的最好的态度 对 好 谢谢 谢谢王源给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道 简易炒餐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连线之前 要请王源来为 即将高考的朋友们 来加加油了 是 因为王源是去年参加的高考 是不是 对 我没有参加高考 对对对 直接留学了 对对 但是所以呢 你就可以为今年啊 就是即将告别 比如说中学阶段 要进入这个大学的 应该算是第一点 因为今天疫情原因太特殊了 所以这考试就有了十了 推迟了一个月的时间 推迟到七月份了 所以他们压力应该也不小 对是的 对 其实我就想跟所有人说 就是那高考期间 因为确实这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可能会跟平时上课的节奏啊 习惯会有一些不一样 大家会自己在家里学习 但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放松了 这一个 不要放松了 不要小看了高考 让大家真的是在家里好好复习 那其实在家里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自由安排的时间 像对上学来讲 所以说可以照顾好自己 多多吃饭 然后多喝水 多吃水果 对是的 别忘了我们今天教大家三叶茶哦 对对对 孝敬老人也是不错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和王源的这一时段 就要告一段落了 再次谢谢王源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王源 谢谢 谢谢王源 谢谢 五次新年节快乐 谢谢 新年节快乐 我们一起来喊一个吧 好吧 我们所有朋友们 我还是喊我们 今天节目的名字叫 奋斗吧青春 好的 奋斗吧青春